不过这个数据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美股开盘重衰了400点 最后是以下跌225点来作收 因为第二季GDP出炉了 大跌了32.9% 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最惨的一个记录 而防疫期间受消费者支出崩跌的拖累 外出用餐啦 实体零售啦 旅游支出通通都是走跌的 也让第二季的GDP暴跌了32.9% 而在过去1958年 因为经济衰退 第二季萎缩了10% 2008年的金融危机 当年第四季GDP是下跌了8.4% 我们就再来看到这个数据 美国失业率近三个月是破了10 6月是11.1% 失业补助金即将在7月底到期了 让秦岭的人数增加了143万人 这已经是连续两周来增加 美国各项的经济数据表现都不好看 这也都在反映着经济复苏 陷入了停滞 美股道琼工业指数30号开低 之后也预振乏力 收盘时下跌225.92点 因为美国经济传来坏消息 今年第二季GDP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换算年率暴跌32.9% 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最惨 也是美国11年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 美国联准会维持净零利率 但似乎只激励了股市 美国失业人口持续增加 上星期143万4千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连续两周上升 住在乔治亚州的弗林克 原本身兼数值来付每个月1200美金 相当台币三万五的房租 和养活六岁的女儿 但疫情爆发后工作跟着减少 上千万美国人靠每周六百美金 约台币一万八的失业补助过活 但这笔钱7月31号就到期 国会两党至今还没桥定新一轮纾困案 专家估计全美1.1亿房客 20%年底就会付不出房租被赶出去 而原本新冠感染和死亡率 就较高的非裔美国人 疫情下也更容易失去住所 根据调查 42%的非裔房客 没信心能付八月房租 几乎是白人房客的两倍 且问题还不止房租 中小企业也一样苦 美国约一半私人企业员工 约六千万人受雇小型商家 但现在真的很难撑下去 这两位健身房老板五个月前 把位于洛杉矶的三家店面收了 卖掉店内器材 换现金流 也开始网路教学 这家餐厅则是决定创新 把停车场改为户外 用餐空间 新改建的餐厅看起来 的确像是疫情中的天堂 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套句专家的话 恐怕已接近地狱之门 根据华盛顿大学疫情预估模式 到11月1号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 将从原先预测的21万9千 上升到23万人 主要是新增确诊不断攀升 部分美国人依然不戴口罩 或保持社交距离 如今美国确诊数 已逼近450万人 15万2千多人死亡 30号一天就1403人丧生 是9个星期来最高 且现在问题 不只是西岸的加州 和南部的佛州 五大湖区的密西根宣布 限制集会最多10人 同时关闭酒吧等密闭空间 因为最近爆发的感染 多来自年轻人的社交聚会 白宫防疫官博克斯 也再次大声疾呼 想要控制住疫情 就戴上口罩吧 亚利桑那州部分城市 6月19号发布口罩令 两三周后新增确诊数就开始下降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的盟友 曾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凯恩 30号传出因新冠肺炎病逝 而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就是6月参加川普 在奥克拉河马州的造势大会 享受74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